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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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語言之老師肖正銘 歡迎大家來到 行動早聊陪你玩 當小朋友的單音練習都很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詞彙的部分喔 那詞彙的部分呢 通常我們都會透過 比較多的字卡 或圖卡 來幫小朋友做練習 但是有些字卡 跟圖卡是很難取得的 我們可以到 一些便利商店啊 或者是書局啊 我們可以去買一些簡單的東西 可以買便利貼 或者是買這種 小盒的紙卡 那如果覺得 都不想買這些東西呢 那我們還是可以找一些 紙或者是 紙箱子把它 裁剪成 大概一樣大小的卡片 那這樣會比較方便 我們日後呢 做出來的卡片可以好好的收納 重複的使用 我們可以在自己製作的卡片上面呢 畫畫 畫出相關的有特音的詞彙 例如說有什麼特音的詞彙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圖案 那我們就可以畫一隻 長長耳朵的 兔子 我們就可以跟小朋友練習 兔子 請他講兔子的詞彙 如果大家還是不會畫畫呢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去便利商店呢 找到他們這些免費 可以給人家拿取的商品目錄 那我們可以去找 裡面有什麼相關 那德特的音呢 的圖案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好 例如說第一個是 鍋貼 鍋貼 好 或者是裡面有什麼呢 芋頭膏 那這個都有特的音呢 我們可以把它剪下來 貼在我們的小紙卡 或小字卡上面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重複的跟小朋友練習囉 我們就來看這個 廣告目錄有什麼樣有的或特音的圖案 例如說蛋糕 脫把 脫鞋 外套 好 我們就可以來玩這個遊戲了 來猜拳 你先 剪刀石頭破 好 先放 好 我可以放三個 1 2 3 好 所以我走到這個是 吐司 正確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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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放三個 1 2 3 好 等一下換你 喔 1 2 3 喔 蛋糕 正確 耶 好 好 這樣 1 2 3 好 這個是 撥撥 不對 啊 所以我手頭應該要摸牙齒 那我就不能拿走了 所以這個是 撥貼 好 那我們就在這邊等 換你 1 2 3 1 2 3 多鞋 多鞋 我們要塗一點高水 脫鞋 脫鞋 對 好 最後一個呢 我們一起講的就是 芋頭糕 好 換你 芋頭糕 很好 所以這就是你的分數了 耶 好 我們可以來算一下我們拿幾分 1 2 3 4 5 要幾分 1 2 3 4 5 我只有5分 今天的勝利者是誰 耶 耶 好厲害喔 好 這就可以形成我們一個簡單的小遊戲 在遊戲的過程我們可以反覆的練習 就是特應的詞彙跟特應的詞彙 來達到我們在遊戲中練習的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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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